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很高兴到雕大来上课 然后还有清华的一些学生的团队 这个雕大清华都是台湾的非常著名的大学 学生纪录非常崇高 所以能来这里跟大家交流感到非常荣幸 然后这堂课里我主要是基本要讲一下 因为有一些学生可能还没有最后确定要不要选修 所以要听一下课程的基本内容 我这一堂课基本上讲一下课程内容 还有讲课的方式 包括我所使用的教材的问题 刚才李宗盛讲了很多的问题 就是这个教材怎么使用法 它存在哪些问题 我要跟大家说一下 首先第一点就是这个课程的名称 就大陆的文学生产和文学形态 简单说就是说这个学期的课 就是介绍大陆上的文学的概冒 那么为什么要用文学生产和文学形态 所以这些课我想可能就是为了让课程的名称 比较有学术性 比较有学术性 看起来这个比较深奥一点 比较这样的作用 那么这个 这个三代文学这个概念 我下个礼拜我还要讲到 因为这个课这个概念在大陆 目前为止都是一个非常有争议的概念 这个只能包含很多复杂的内容 包括形态方面的内容 这个 现在我不讲它 但是我对三代文学的在时间上 中间上的一个界定是这样的 就是我所谓的 我自己认为的三代文学 是一个四十年开始的 就是到八十年来末 我认为到八十年来末 三代文学就结束了 就是刚才我的一个想法 对 时间上是这样的时间 从空间来说呢 我说的三代文学 就是中国三代文学 并不包括台湾的文学 也不包括香港的文学 当然更不包括海外的保护文学 这个跟在处理的方式上 可能跟大陆的其他学者 有不同的地方 而且这是一个非常有 个别人类的解释 不是普遍性的解释 但是我这一堂 这一次课的内容 大概是按照另一个事物来讲 就是说从时间和空间上 做这样的限定 所以我这个三代文学 当然不会涉及到台湾 或者香港 或者华文文学的内容 这是要交代的 另外就是文学生产的问题 这个词呢 让我想起就是去年 前年 应该是去年吧 前年记得清楚了 第一年的时候 在张华师大有过一个学术研讨会 这研讨会 实际上也是陈光新老师 还有就是 就是张华师大学生产的老师 他们会做举办的 还有其他一些国际的一些机构 举办的一个研讨会 那么最后一堂 就是最后一堂 一堂讨论的时候 张华师大的一个老师 一个教育 姑娘文学的一个教授 一个学会比较大的教授 他就提出的问题 说这个 因为这个会的名称叫做 亚洲的中文的知识生产 大概是类似这门型的 他就说为什么要用 知识生产这个概念 这个概念从什么地方来的 那时候 本来这个应该是陈光新老师 所回答 但是因为他提早离开了 所以这个主持人徐志伟老师 就让我回答这个问题 我当时就不懂 莊总的讲了大概有 那么几次说 这个现在看起来 可能也讲得不对 讲得不对 大概是这么一个意思 但是据我初前的了解 因为这个词 可能在对外研究的学生来说 当然是一个常识性问题 但是对无学系的同学来说 可能还是一个问题 那么我们知道就是 据我了解就是 这个词就是所谓 艺术生产这个词 应该最早可能是老师的应用 就是在1857年的 政治经济学批判导演里头 首先提出这么一个词 那么这个 其中很牵涉到很多的 很大原因 这个我就不去讲它 因为另外就是我最近也没有 重新在读这个 老师的这个著作 也是很少以前读过的 但是我想这个可能 就可能跟征法主义的生产关注 就是可能和心体的 有些关联 是中生产的理解 中生产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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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我们就是我在上大学的时候 五六十年代的时候 文学基本上是把它了解 属于一种观念心态的一种东西 而且在它传作过程里头 有时候就是受浪漫主义 浪漫派的一种思潮的影响 会可能会把它强调一种神秘化 就是在文学的创作过程里头神秘化 而可能复视了它的物化生产的一个方面 物化生产的一个方面 那么我为什么要用文学生产这个词呢 主要是因为讨论中国当代文学的时候 特别是五十到四十年代文学的时候 文学生产的相关的问题 是必不快给你的问题 包括书籍的问题 包括周家的身份的问题 文学体制的问题 评价机制等等 这样一些机构的或者说物质方面的一些因素 起到很重要的作用 这个问题其实在过去我在上三代文学的时候 八十年代的时候我并没有很早就实习这个问题 大概是八十年代已经快靠末期的时候 有一次我读一本书的时候 给我印象比较深刻 我读的是一个大家可能不太熟悉这个 这个南陵的龙江峰 就是一台一队水笔集 而李星王跟南陵呢 这个这两个人是 就是在五十年代批判于平博的红柔木研究里头 这个起了一个先锋的作用 就是由于他们的文章 后来这个引起了 我因为不太清楚就是台湾的学生对这些历史的情况 了解的情况怎么样 所以这个可能有时候 那今天就算了 还有对不起 我虽然在上小学跟中学的时候 我一直到大学的前几年的时候 我还是学的是繁体字 但是现在也记得不太 现在就是红起来了 就是搞不清楚这个简体字跟繁体字之间的对应关系 我就弄不太清楚 所以我可能就是有时候写的时候会出一些问题 就是可能有时候记得起来 有时候记不起来 那么我看这个南陵就是 这个人的一本书叫冯蒋锋这个书 就是《回路性》这个书 他谈到各样的事实 就是谈到 因为他们两个人发起了 实际上只是发起了 对于于平博先生的红柔木研究的批评 就写个批评文章 后来受到毛泽东的重视 然后就是出了民庆 有了民庆 那么李西凡很快就是被委任 维权过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 就是大概在他出名之后五五年的时候 但是南陵他们两个人合作写个文章 但是南陵就一直都没有 给他一定的这种责任 就是这种头衔 所以他心里都非常的不平 就是为什么两个人同样做这样的工作 为什么他受了冷落 心里非常的不平 好不容易就是到了五七年的时候 再给他补了一个圣协语言 就是全部圣协语言 当时这个事情给我触动很大 我觉得就是因为我经常在八十年代的时候 经常会讲到作家的心态 他的心理状态的问题 就是认为就是中国当代文学 就是出现的问题 很多都是跟作家的心理不健康有关系 但是后来我才知道 就是其实造成这种状况 或者说造成这种心理因素 会有很多重要的原因 就是来对制度 来对一个整合的一个制度的体系 那么我们知道就是从1949年开始 就是大陆有很多的制度来保证 这个就是作家在什么样的情况下 能够得到奖励 或者什么时候得到处罚 这种问题是对创作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所以从八十年代后期开始 我开始关注这种问题 这个九一年在日本 中文大学上课的时候 我开始把很多的心理状态 在制度研究上就是谈到大陆五十年代以后 这个逐渐完善的这种制度的问题 那么这个我要解释一下 为什么在别的文学时期 这个问题可以有时候可以不距不距 但是在当代文学这个时期 这个问题是不能够避开的 或者不能够抛开不论的这么一个问题 那么这也是我在这一次上课里头的一个重点 就是要重点讲的一个重点之一 那么制度的问题呢 可能会牵涉到这个包括刊物 包括文学社团 甚至包括周家的经济收入 这样的问题 但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部分 就要讲到周家的身份 在现代到当代发生的最大的转变 这个转变呢 这个王德卉教授把它概括为 从文学到干部 就是从现代文学的文学到当代文学的干部 这样的一个转变 就是讲课里头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方面 然后另一个重点呢 就是在讲课里头主要要谈的另外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 就是当代文学的文化资源问题 文化资源问题 其中特别要谈到中国当代文学跟俄书文学的关系 就苏联跟俄国文学的关系 这也是我最初要谈的问题 这个问题可能跟在张华士大讲的有点不太一样 在张华士大讲的比较少一些 这个当代文学 中国当代文学跟苏联跟俄国文学有密切的关系 如果抛开这个关系的话 有很多问题也都讲不清楚 这个问题对台湾的学生来说 可能是有一点陌生的一个问题 因为我们知道台湾在五十年代以后 可能如果从外国文学的影响来说 可能西湾或者美国文学 特别是西湾的文学 可能影响要更大一点 但是对大陆的当代文学来说 德国跟苏联的文学是隐秘密和分约 而且从我们自己的生命或者生活来说 我们的文学资源的构成来说 我们很多都是从读苏联跟德国文学长大的 这个像49年之后 我在中学还有大学期间 读了大量的苏联文学跟俄国文学作品 包括当时苏联的电影 歌曲 绘画等等 这个对我们生命的成长持有很重要的作用 也带来很多的问题 带来很多的缺陷 这是要小众能谈的一个问题 那么我要讲到就是 当代文学对于苏联文学跟俄国文学是怎么 它的接受过程是怎么接受的 它是怎么分辨的 怎么排阶阶整齐的 吸收了哪些部分 排斥了哪些部分 这个是小启祥的另外一个面积性的问题 在文化资源的问题里头 还要少论谈到当代文学 就是中国当代文学跟现代派文学的关系 这也是当代文学里头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就是虽然中国当代文学 接受的是苏联社会主义主义的文学里头 用这文学路线 但是它跟欧洲的左翼的文学 在对待现代派的文学上有很大的区别 那么这个区别是在什么地方 这个区别在什么地方 这个好像就是苏联社会主义 以前请过韩国的学者 白和平教授 他在全球化时代的文学里头 这个著作里头 我也分析过这个问题 当然他谈的是从韩国的一个状况来谈的 但是这个问题跟中国当时五六四年代有些类似 所以我要把它换到一块来讨论 就是跟现在太文学的关系问题 这是第二个重点 第三个重点是在当代文学里头 因为我们知道在1949年之后 中国当代文学基本上就是一个左翼文学 左翼文学上主要主导的位置 但是左翼文学里头内部有很多不同的派遇 不同的主张 那么第三个重点是要讨论 就是在当代文学内部 左翼文学内部 发生什么样的矛盾和冲突 左翼文学里头的某些派遇 看到当代文学里头出现的严重问题 曾经想往进或者争取文学 差不多一个更健康的观想发展 但是他们都没有成功 最后所以悲剧的结果结束 悲剧的命运结束 那么我要分析 就是通过一些人和一些作品来分析 他们之间究竟做过那些努力 以及他们怎么宿命性的 导致一种宿命性的一种规矩 这种命运 其中可能会分析到浮风 也会谈到精灵在当代的状况 另外在作家方面 可能会涉及到造数理 另外可能会文学领导者 或者权力接触方面 可能会谈到周样 这么系列的东西 这是第三个重点 第三个 第四个重点 就是要谈到文革结束以后 当代文学整体性怎么分裂 怎么理想 什么风力 怎么理想 以及它终结了身为的过程 这是讲课的主要内容 然后讲一下 我们课程授课的方式 因为本来是洋旧所的课 应该是一个讨论式的课 这个比较好一点 这个效果也不会好一点 这个 我来台湾之前呢 我几个学生也曾经给我开过一课会 就是 因为他们觉得我讲课 讲的效果有时候不太好 就是蛮常惯 就是从从讲到尾 所以他们就是包括 现在在里南大学 就现在里南大学 公正的课程中心 还有我会面 他们相约就要给我开会 来达通我的思想 就是要改变这个授课方式 我当时都点头答应 徐徐徐接受 但是我来了以后 我觉得还是改变不了 这个一个人几十年的习惯 就是改变起来非常难 而且我想我这么大岁数 也不需要再改变了 所以我还是按照 我原来的方式 就是我挖他的脚 但是我会留一些时间 让大家来提出知识人口的讨论 或者讨论我的提议 我会这样 就是比如上个州头里头 我这个方式 我大家交流一下 才是这样的办法 其实我在北大也不是说 没有组织过讨论会 但是都不是成功 我就是不会调动学生的这种基地性 这是我非常大的一个缺点 这个包括我在家庭里头 也不会调动 别人我女儿 或者什么的基地性 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问题 但是其实我觉得讨论课 是一个最好的一个课程的方式 我在北大讲过两次讨论课 一个是读诗 读尽量的当代的诗歌 这个课程学生反映认为特别好 最好后来我们处理读书 叫做在北大课堂读师 所以我们选了大概有十几位诗人 每年选他几首作品 然后由学生认真准备 或者报告我们讨论 所以确实效果非常好 另外还有一些讨论 但是这个讨论课对我来说 就是比我自己单独讲一下 耗费的经历更多 而且我就是经常睡不着觉 虽然我课堂上可能讲的不多 所以我还是 这次要请同学学生讨论 就是我还是按照 按照原来的样子来讲课 这个 甚至在北大我有时候都 就是不愿意学生提问 所以我的课都安排在第三跟第四节 第四节就是中午十二 我知道他们 一台路路都不耐烦 也不会在习福祉某文章 这个是一个 我作为一个教师 是需要讲讨的一个地方 这是讲课的方式 还有接着呢 我就 我讲一下这个 我使用的这个教材 使用的教材 我拍的有几本参考书 包括陈思合先生的 这个教程 这个书呢 在台湾有凡本 就是好像是联军 联军出的一个 印象很精明的这个本子 这个陈思合先生送给我这个书的时候 我当时就不想看 我怎么都能够出这种 像这么漂亮的书就好了 一直到现在都还没有 希望以后能够 能够领补见一个遗憾的心情 另外我也 还有一些别的书 当然最主要的教材 是我使用我编写的这个教材 就是中午三代文学主题教材 这个 我们知道 就是中国大陆现在被称为经济大国 就是 最近几年大家都觉得 都在说绝起这样的词 一个经济大国 当然也是一个人口大国 另外还有一个大国 名叫做文学史生产大国 这个1999年 我编写这个教材 就中国当代文学史教材 说我曾经统记过 因为我要参考别的教材 还是什么编的 我翻过了一些教材 另外我也统计过一些数字 当时统计的这波 大概是 就是截止到1999年 这个三代文学史教材 在中国大陆有六十多种 就是六千里七十种 这么一个数量 那么现在就是十多年过去了 大概我估计可能已经超出一百种 至少应该超过一百种 我觉得好像没有哪一个国家 它有间一个很非常什么什么 非常虚特而且是怪异的一个象象 就是有那么多的人从文学史的生产 文学史生产 这个好像台湾也没有 台湾这个好像还没有 那不是陈光明教授有一本 对不对 应该算了吧 出了没有 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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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就是是不是有 还有另外有一点 这个好像没有 就是我在日本上课的时候 我问他们 好像也很少 就是可能也有一点 而且大家都不把文学史的编写当成一回事 但是在中国大陆是一个很大的一个 这个问题我当时就想 就是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状况 它对于我们的文学教育 究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对于起到什么作用 这个 那么后来我可能就是通过分析 我觉得可能有出在这样几个问题 就是文学史生产的问题 一个问题就是 我觉得中国大陆的学者 包括文学研究的学者 可能都比较 怎么说呢 比较喜欢从一种整理性的方面 角度来观察问题 其实从大家 现在就是两岸的学者交流已经很多了 我在北京的时候 因为我在北大 就是有一个小兴事研究所 我在那里也担任一些工作 我们每年经常也 召开两岸的 就是四个问题的研讨会 那么听了几年之后 我就非常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感觉 就是联岸的学者会 诗歌问题的关注的角度跟方式都有很大的差别 这个大陆学者 往往容易从一个很大的问题来谈起 比如说这个经常谈的问题 提出的问题就是 诗歌跟正的 就是这么一个很宏大的一个构架的问题 还有就是诗歌怎么重建 公共空间的问题 成长这样的一些大问题 还有就是当前或者近几年诗歌发展的动向 非常大的一个论题 那么台湾的学者呢 比如说经常到大陆参加会议的学者 比如说有成功大学的 汪文贤 有台中的就是 就是简正真 还有真贵族啦 还有桃园那天台北一代的 就是那个程大悟与他们 他们经常会提出一个很小的问题 或者进行文本分析 就是文本分析呢 有时候在我看来呢 就是分析的就是细的简直是 就是那个具体的情况 又觉得好像大陆就觉得受不了 就是两边都不习惯 这一次就是去年一个会议上 就差点有点冲突 就是看到这间的差异的时候 就是台湾学者就认为大陆简直是 那么大的题目怎么能弹得开 而且怎么能讨论得清楚 怎么重建什么空间之类的 怎么弹 那么大陆的学者就认为 台湾的学者抓住一首诗 然后就分析的 就是一万多日来分析一首 那么细的那么小的诗 然后每个车都把它掰开来 究竟就没有必要 就没有必要 就兴起电影的根路 但是我后来因为我会议上 我做总结嘛 他会让我做总结 我就会打我是大导 我说我们最好就是 不像吸取之间的优点 然后缺点我们就不略不计 不要太纠缠那个不足的部分 因为确试点方面都还有一些优点 可以比较交流的地方 但是我特别前调就是说 大陆的学者就是我们要稍微把问题具体化一些 不要老是谈那些空洞的一些大问题 就是我去年的会议上的一个观点 这是一个问题 为什么有那么多不确实的生产 我觉得可能跟这个因素有关系 那么这个情况跟中国大陆的学术体制 其实有关 教育体制有关 因为我们知道在五十年代初的时候 中国的教育 当然有四九年之前的教育 还是有些延续 但是当时教育改革 就是从五二年开始进行的教育改革 包括全中国的院序调整 就是规模很大的院序调整 就是学校的合并 学校的调整问题 包括学科专业的实质的问题 在当时有一个非常大的调整 这个调整的现在好像还没有非常深入的几年 大家也谈到过 这个调整基本上是照顾苏联的一套 调整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刚刚这个里头是第一个问题 比如说前调专业性 所以很多的综合性大学就被拆散了 比如说传统非常侦厚的清华大学 它就变成一个以工科为主的大学 它的文科 特别是还有一部分理科 就是数学啊 物理研究 还有非常著名的中国文学 中文序变成文科 就都合并到北京大学 北京大学就是把清华大学 北京大学跟阳京大学 阳京大学在五岳年都被取消了 就是因为它是一个 地国主义可以判的一个学校 取消 因为就是把文科 文理法这些部门都合并到北京大学 清华就变成一个工科的院校 这个对清华是一个很大的打击 所以这个八十年代以后 清华也试图建立重建这个文理 但是这个是不容易的事情 就是不随一年半才能够办成 这是一个方面 所以当时建立了很多专门性的一个大专专系 包括在北京北京附近有所谓八大学院 八大学院是什么学院呢 石油学院 钢铁学院 煤炭学院 这个地质学院 医学院 都是以某个专业作为它的培养的标 这个都是一个很失败的信念 但目前他们也都改变学校的名称 而且也往这个综合大学的方向转移 但是已经有点来不及 这是一个问题 那么具体到文学教育来说 当时这个学习数量的结果 就是重视文学通词 重视文学通词 就是从一年就开始 这个中文系还有其他的一些系科 这个用很长的时间来讲大文学史 大文学史 这个我上学的时候 是五六年上学的时候 我们文学史要讲 差不多要讲四年的时间 要续四年的时间 从先进开始 一直讲到当代 特别是古典的文学 占了非常大的分点 大概每学期有四个学课 然后要学四年的时间 学四个学期的时间 包括整个的从先进文学开始 一直到明清这么一个长的时间 当然也不是说这种教育方法 一点又讲到没有 我觉得可能会给我们一个 比较完整的文学史知识 比较完整的文学史 但是也带来很大的问题 这个传统一直到现在 还是延伸下来 在大学的教育里面 中科教育里面 所以也是引起了大量的文学 这种正常的文学 第三个原因呢 就是学科体制的问题 这个我不清楚台湾的情况怎么样 就是比如说学科的试制 是不是台湾的教育 最高的教育部门都是严格规定的 我不清楚有没有这个情况 但在中国大陆是一个教育部统一 不一定的一个专业试制跟学科试制 是同一决定的 这个各个学校都不能违背 远一个试制 因为你也没办法违背 因为你这个各种体制 研究生的培养 都在这个体制里头进行 那么这个一直到快退休的时候 我才弄明白这个体制究竟是怎么回事 因为他们经常说 中国当代文学 中国像当代文学是一个二级学科 我就一直搞不清楚 就是怎么叫二级学科 后来我终于弄明白了 就是在教育部的学科制度里头 中国文学是一个一级学科 那么这个一级学科里下头有二级学科 还有各个不同的方向 二级学科 比如说古典文学是一个二级学科 中国像当代文学是一个二级学科 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是另一个二级学科 还有包括其他的一些部门 比如说这个好像还有原来好像还有什么大的通识文学这类的东西 那么这个规定就是另一个学科制度的规定 使到我们包括当代文学这个概念 下堂课我还要讲到 为什么大家对这个概念非常有意见 但是它不可能消失也不可能能做更换的概念 因为这是教育部的规定 就是你不可能去动摇这样一个概念 所以在这样一个制度底下 文学史的生产就成为一个 就是大量生产 必然的一个事情 那么文学史生产呢 其实也是一个有利可图的产业 就是大概二十一世纪初的时候 有一次对深圳的一个什么部门 让我去演讲 来深圳一个场演讲 我就谈到文学史生产 文学史编学里头的一些问题 包括这个包括学科制度里头的一些问题 我就谈到这个为什么文学史生产这么兴盛 因为它是一个有利可图的产业 然后因为我不敢说别的人 我就引以我自己作为例子 我说这个比如说这个台湾教堂要生的 就是学科大陆教堂要执生平地 比如说你要从讲师身为副教授 副教授身为教授 你要有著作 那么著作呢 最容易操作的就是文学史编写 因为我们知道 读创性的论文或者著作 学书著著作是很不容易的 但是文学史 文学史可以说是编著 那么既然编著的话 它就可以利用别人的研究成果 这个是一个答案也是一个同意 就是因为文学史并不是说你个人的一个独创性的一个元素 它可以综合别人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来编书 那么这个相对来说 比起有一些论文来说可能要更容易一点 这是一个问题 所以这个靠文学史来评刺称 这个问题相对来说要好一些 这是一个方面 这是一个方面 另一个方面因为中国大陆的中文系 还有其他一些文科的西科都要学 因为现代文学史 那么每年需要好多的教材 这个教材每年都要印 这就是一个非常大的生产数字 过去将来我会讲到的稿酬制度的问题 过去的制度是一个一次性的制度 就是在八十年代之前 这个中国的稿酬是一次性付给的制度 就是每天日多少钱一次付给 没有反税的问题 那么到了八十年代后期 就实行社会市场经济之后 恢复了反税的制度 那么每年印刷都会提供一定的反税 这个是一个不断的收入的一个来源 不然过来 所以现在各个学校各个地方 都会联合起来编自己的教材 他不愿意使用别人的教材 因为自己教材对自己来说 包括收入都是有好处的 那么我举我自己的例子 我说我2001年 翻进自己新的房子 原来我住的比较小 所以后来就翻到现在在南奇林 就是比较东西那边 一个山居室的一个房子 算是比较宽敞 这个房子其实是一个在半福利性的房子 怎么说呢 就是说整个的房价 大概当时就是 大概十多年前的时候 大概是六十多万人民币 这个老师呢 国家出商务之一 学校出商务之一 老师承担其中的商务之一 要承担大概二十几万的 这个 就还这个钱 二十几万的钱在当时来说是一个比较大的数字 我根本付不起 除了专修以后 我就没有钱了 那么我只好选银行贷款 贷款就贷十年 大概十六七万的 才十年期的贷款 但是因为我编写了文学史之后 所有的版学 我五年就还清了这个代表 五年就还清了这个代表 然后我在深圳的演讲里头 我就写这个例子 说为什么文学史是有利和投和事业 就是从我的例子都可以看得出来 然后第二天呢 这个深圳的一家报子 这个叫金报 就是它一个城市报 一个非常有名的报子 它就用一版来报告我 来允设这个演讲 它的题目叫做 一个用版税还清还产贷款的教授 这个大字标题 就是整款的大字标题 他不关注我在演讲里头讲什么 把这个作为一个整个标题 那么我在深圳的一个地底头 我拿这个来开玩笑 这个问题呢 我觉得虽然好像是讲了教话 但是这种情况的发生 其实跟整个的这种社会的状况和制度 其实有很密切的关系 所以这个到现在为止 如果说中国大陆就不改编的话 文学史生产 还会大量的出现 而且我也知道很多学校又在运念 编着新的三代文明 虽然可能大家都差不多 比如说我编着跟蒙林伟编着可能都差不多 但是还会继续编下去 当然我也是中国这种文学史热的一个参与者 而且也是一个推波助澜者 所以有时候我经常检讨我自己这种角色 我真不愿意有这么多的文学史的编册 而且有这么多的文学史出现 也不愿意在课栏上这样的讲文学史 但这个状况很难 靠一个人很难牛转过来 而且我经常跟学生这样讲 就是学生比较平庸的人才会去编文学史 有传造性的人应该去写论文 写作家的研究 去写文本的分析 才能够真正的检验他们智慧跟能力的高低 这是我经常跟他们讲的 所以非常庆幸的就是 我现在的学生没有一个去编册文学史 没有一个编册文学史 因为从八十年代开始 我就主要是做文学史的编册工作 所以现在这么多年来 我心里头有一种非常前列的一种艳环感 这是文学史 所以我可能有些话说得太重 那么按道理来说 就是文学批评 或者文学史 他们可以自己的承担 或者可以有自己的任务 做得好也都是不容易的 做得好也都是不容易的 因为但是我一直都是想 就是文学批评或者说文总的分析 应该更大有一种原创性 虽然它也要依靠文学史的支持 但是文学批评经常是一种突然的一种相遇 就是怎么说呢 就是它对文总的分析 或者跟作家作品之间的关系 跟文学史可能还是有些不同 这个确实能够更检验 对人的一种贪乱力 就是有美感的一种敏感性 以及它对于问题这种观察的敏略 当然文学史写奏或者研究 它也要有文学批评具备的另外一种数字 因为文学史生产 基本上是坚持在这一种假设之上 就是所有的作品之间 在理体上跟空间上 它都存在某种联系 如果我们不承认这种联系的话 文学史就没有办法写奏和开展 问题就没有办法观察 所以在文学史的写奏里头 有独创性的问题 文学独创性的问题 是一个有限度的概念 总之它承担的任务 或者它的工作方式还是有些区别 但是长期做文学史的工作之后 确实看到这里头的问题很多 所以前三年大概两年前 当年大学的吕正慧老师 他认识我的文学史 就是大家手里拿的文学史 台湾学生接受起来可能比较困难 所以他也希望我为台湾的学生 再编一本比较简明的张开文学史 我当时记得在北京 我们也签证了签订的合同 就是由人间出版社来出版签订合同 我记得在一个咖啡馆里头 我也签了字 然后到现在我一个字都没有 但是这个合同里头有一个条款 我觉得非常好 这个条款的最后一条是 桌子可以不要求板碎或者讨仇 但是桌子可以翻回 就是可以不行 这一条我觉得比较人性化 所以这一次我到台湾之后 前几天碰到李宗慧老师在吃饭的时候 他宣布就是说 我们对洪老师已经不再信任 在这个女士边陪上 所以我现在就一块石头落地 我觉得他既然有这个话 我就可以不再当这个人这样的任务 确实没有性质 没有激情 那就什么事都做不了 虽然可能有些人认为 你既然已经编程那么多 你再写一个简明不是很容易的事吗 但是其实学术研究跟文学创作是一样的 有时候没有心情真是写不出来 所以文学史的问题我就想到这里 接着我要谈一下我这本书 中国当代文学史里头存在的一些问题 优点我就不讲了 优点因为受了大家也不相信 我主要讲里头存在的一些问题是什么 这些问题就是有很多是批评 就是这几年发展的文章我给他归纳的 另外有一些是我自己体会到 别人没有归纳 但是我自己体会到一些问题 第一个批评就是说 这个文字成的中国三代文学史 他的定位不明确 这本书究竟是要干什么用的 不是很清楚 这个首相提出这个问题是 北大的教授就是陈宁元先生 他在这个书出版之后 我们曾经召开过一次讨论会 一个小型讨论会 他提出了这个问题 我觉得他讲的是有道理的 这本书究竟是要当学校的教科书 还是一个个人的学术专注 这个问题就没有想清楚 从编写的起因来说 他是要当学校的教科书 因为北大当时也觉得 没有一个大量知识的教材 需要重新编写一本 原来一本就是在八十年代出版 但是已经很落后了 所以要更新一下 所以就是想 也还是想采用集体编写的方式 因为当时我是教员师主任 所以我就拜托来做这个事情 但是有一个很重要的事实是 在九十年代 当时是九十年代后期 在九十年代后期的时候 就是研究界或者学术界 就是八十年代建立的那些共识 已经不存在了 大家的想法 对问题的想法 包括对历史的观察 对问题的想法 已经非常不一样 非常不一样 所以我们讨论了几次 对人也提出自己的提干 结果发现 根本就没有办法统一在一块 统一在一块 所以这个就不知道怎么办 这个走投无路 正在走投无路的时候 有一次我碰见前里秦先生 他也是我的好朋友了 他问我在做什么 我说我们想编一份 当代文学署 但是大家印象风气很大 他想一想 他说 那你为什么不自己编一份 因为这样一个话 后来我才下个决心 自己写这本书 那么这本书 原来是要当教材用的 但是后来出了以后 就发现里头有很大的问题 什么问题呢 就是如果当教材用的话 很多背景性的知识 都没有比较充分的介绍 另外就是 文学作品的文本分析也非常缺乏 而这个在大学的教育里头 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所以如果对于中国大陆的情况 当时的情况 一些历史的背景知识 包括文学的背景知识 不了解的话 而教材有没有详细介绍 那么这种情况下 包括教师 包括学生 应用起来都有很大的问题 但是如果把它看成是一个学术专著的话 它又不够 它又要照顾教材的很多方面 如果我要写一个学术专著的话 我绝不会去写很多其中的很多章节 肯定不会写在这个书里头 所以这个就出现了这样一个尴尬的一个情况 因为这本书出版之后呢 很多学校都用它当教材 但是现在近几年就是用的慢慢就少了 用的慢慢就少了 为什么呢 因为不好用 教学不好用 教师也觉得不好用 学生更觉得不好用 特别是很多学生都认为 里头没有提供什么答案性的东西 因为考试需要提供某种结论 但是里头确实没有结论 很多地方都没有结论 也没有详细地对这些事情下一个判断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这是一个缺点 这个缺点后来想弥补的时候 修订版想弥补的时候 但是也不容易也不管它了 因为北道中文社的编辑已经说过了 这个教材能用十年就不臭了 那么现在已经用了十年了 完成它的历史任务就可以了 第二点就是普遍反映的 就是它里头跟刚才讲到的有点接近 就是它的曲线性不先明 曲线性不先明 也是我刚才说的里头有很多地方 需要做结论或者做判断的地方 没有结论或判断 这也是与正卫老师很不满意的一个地方 很不满意的一个地方 就是很多地方大家仔细看的话 都会知道含糊其词 对我们的问题含糊其词 没有做出明确的一个解释跟判断 在中国大陆就是目前对当代历史 对17年对文革 对这段历史 包括这段历史产生的文学 到目前都是真梦不休的一个问题 所以有的人很夸张地说 对当代文革史的评价 其实是一个左右两派的战场 就是大家都在这里围绕文革的问题 进行一些意识形态方面的政治方面的一些证论 包括对历史的证论 那么我证明书在出版之后 当时我在北大上课 有一些别的学校的进度教师 就反映了这个问题 他没有直接跟我说 但是通过我的学生转告了这个观点 所以我的文革史这个党子太小 党太小 对当代的很多严重的问题 批评抨击的不够 揭露的不够 这个还有一点 他认为我还存在一种政治的畏惧 说一个白话就是党子比较小 当然党子比较小是我一贯的一个特点 确实是这样 在我的耶稣史里头 其实我也很坦白地讲过 就是在当代的很多政治运动里头 我都是属于党子比较小的人 党子比较小的人 这是一种评价 就是认为我对当代 对毛泽东时代的很多问题 揭露的不够 批判的不够 这是一种观点 另一种观点 认为我丑化了毛泽东时代的文学 这种就是好像 无名化的情况 这是两种极端的评价 两种极端的评价 在这个书出版之后 曾经组织过一些研究生 就是一些博士生 在读的博士生 当时跟我有一个座谈 有一个座谈 这个座谈 这个谈的好长时间 是大概有三四个钟头的时间 其中有一个观点 也反映了这样的观点 就是一个体现性的问题 这个文学史的体现性问题 他说这个文学史 好像左派跟右派 都可以从里头找到 他们可以利用的种子 他可以利用的种子 这个自由派 因为这些词 现在都是目前在大陆流行的一些词 其实我都很不愿意用这些词 来谈文学的问题 但是也避不开它 常说自由派也可以从里头文学史里头看到 在毛泽东时代 体制是怎么压制 限制人的精神的独立性 和阻碍了文学创造的一种活力 但是呢 具有左派师采的一些人们认为 在八十年代以来 当代的历史 就十七年跟文学历史 被不断地删写 删写 讲话的情况下 你把这个问题 作为一个认真的问题来对待 来呈现当时历史的一个真实的情况 所以实际上是 有助于八十年代以来 对当代的三十年历史 不断地简化跟知彼的这么一个结果 知彼的这么一个结果 所以这个 他认为就是 这种不鲜明的情况造成了 不同的词 不同的政治跟文学观点 人都可以从里头利用到一些东西 这个问题 我确实编写的时候 一点都没有考虑到这样一些问题 但后来有的学生 经过认证研究之后 得出的结论是 这个文学词其次还是一个右派的文学词 自由派的文学词 他说古则里都是这样的 这是第二点 批评的第二点 第三点就是从学术上来讲 对这个文学词最大的批评是 关于在这个文学词里头提出的 当代文学的一体化 这样一个描述 一体化的描述 因为我在这个书里头提出的 这样一个看法 就是当代文学从四九年开始 是一个逐渐的一体化的过程 一体化既是在这三四年里头 既是一个过程 同时也是一个结束 一个呈现的结果 然后我分析了一体化的含义 就是在当代文学里头 一体化的含义 那么这个一体化的问题提出的时候 首先就是受到 我们学校的北达生文系的梁教授的批评 他认为这个说法是有问题的 另外陆续有很多文章 对于这个问题所提出的批评 其实对于这个问题的批评是从不同的方面进行的 有一种批评就是认为 如果从一个局部的范围来看的话 从中国这样一个局部范围来看的话 一体化的假设或者这样一个描述 可能可以成立 但是如果把中国当代文学 换到世界文学的范围来说 这个判断是不能成立的 那么他运用了大文学跟小文学的这种关系来谈这个问题 就是说后发展国家 包括中国当时在内 他所建立的一种 带有自己主体性的一种文学状况 一种文学形态 如果换到西方或者世界文学的格局来看的话 他恰恰是成这样的一种勾元化的一种状况 而不是一体化的状况 所以他批评 这些学者批评了 就是说我对这个问题的观察 只是在一个很小的范围里头的看法 很小范围里头的看法 这个问题其实对我来说 并不是一个新的问题 因为在五六四年代的时候 这个当代文学在建立自己的文学形态 包括自己的文学观念的时候 在为自己的文学的合法性跟前景辩护的时候 就是这么论述的 包括当时周阳的文章 亚无娘的文章都是这么论述的 就是说在世界文学的范围里头 中国的当代文学所占据的位置 这是一种批评 另一种批评就是对一体化的批评认为 我在书里头这样讲 就是文革结束之后 三代文学的一体化解体了 朝向多元的或者多样化的方向发展 他认为这不是事实 批评的批评者认为这不是事实 认为在文革结束之后 就是新时期开始之后 新时期文学开始之后 并不是一体化的结束 而是一体化采用了不同的方式继续进行 而且这位批评老师还用了一个比较极端的手法 而且他认为八十年代以后的一体化更一体化 比前三十年还要更一体化 他说一体化的本质并没有改变 在中国目前的状况下 一体化的本质并没有改变 只不过是在组织上 在规范的方法上 在一体化的内容上有一些调整 有一些调整 这种调整是在执政党 就是共产党 在吸取的经养教训之后 经养教训之后 不再那么坚硬 所以一句话 对文学的控制 对思想意识形态的控制 不再那么坚硬 而有了一定的弹性 是一种更高明 也更有活力的一句话 这是有关键 国家不仅通过暴力的手段 因为我们知道在十七年跟文革期间 控制的手段 主要是使用暴力的手段 那么在文革街市之后 不仅使用暴力的手段 而且应用经济的手段 学术体制的各种不同的方式 来推行这种更有弹性的一句话 这个观点是 我的一个学生 现在还是一个比较有名的批评家 就是真的在海南大学工作的一个老师 这个也不胜点 我跟他也交参过这个意见 就是他目前可能还是有比较坚确的看法 就是对我的文学室的批评 那么这个是引起比较大的争论的一个问题 其他的一些批评还有很多 比如说我对亚马西的分析不恰当 或者其他很多细小的一些问题 我在这里就不讲了 不讲了 那么这个出了书以后有受到批评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 因为这个我们都知道 出了书以后默默无闻 这个是最悲哀的事情 有很多批评还是一个好事 那么如果问我自己对这本书 是一个什么感想 或者说你认为问题最主要的是什么地方 我觉得都不是算我这些大概批评的东西 我最不满意的其实就是 怎么说呢 就是觉得太枯燥 的确是太枯燥 我现在基本上都不会再去重读它 包括我现在背课 我都不会去读它 就是概念太多 概念太多 引号太多 有无数的引号 我都搞不清楚 注射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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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个去年就是 日本的学者在商量这个 日本的一本 日文一本的时候 我给他寄过去一个 我把大量注射删去的一个 小证本 我说你就按这个环境 这个书可能今年七八月份能够出来 但是他们都不同意 这个也是很奇怪的一个事情 他们说这个如果把周识删去以后 就 分量就减少了 这个他们也不同意 我说那就执重一点 就是说尽量地去掉一些 尽量去掉一些 这个 而且写的 就是没有取位 没有取位 不吸引人 文字也不优美 文字也不优 我有一个学生 我的学生的好处就是 还敢批评我 这是我非常庆幸的地方 我有一个学生在一篇文章里头 他现在在中央名大教书 民族大学 他有一篇文章 他后来这篇文章发表以后 他有点后悔 就是说 但是我的面子 洪老师 我是很后悔 讲了这些话 我说你这些话讲得非常对 那么他怎么讲呢 他在这篇文章里头说 洪子成的文学史是一种微弱的叙述 微弱 底下我要谈究什么叫微弱的叙述 一种微弱的叙述 这个文学史是过度性质的 无法成就优美的 有独创精神的作品 无法成就优美的 有独创精神的作品 我觉得这个评价是很准确的 是一种很高的评价 所以我说你不要说回这个话 不要说回这个话 为什么要这样讲 后来我想过这个问题 为什么是微弱的 或者说过度性质 这个跟我的文学史里头的一个特点有关系 就是跟刚才我讲到的 这个作品 这个书里头 在没有做举桌的 其实是很重要的一个文主中心 很多的问题没有做出必要的判断 所以这种叙述实际上是一种 就像他所说的一种微弱的叙述 而且我的文字基本上 语言方式基本上是一种描述式的 成熟式的 而不是一种产式的一种文字风格 一种文字方式 这个不管是一个文字方式的问题 语言方式的问题 也表现了我在当时写作的时候的一些心境 包括我需要达到的目标 另外就是我常常觉得文学史的问题 文学的问题应该跟人心 人的情感 人的生命有更多的关联 但是这个文学史一点都看不到 所以这是我后来觉得最遗憾的一个地方 这个今年因为我2月2号就来台湾 我年是在台湾过的 本来我想感受一下台湾是怎么过年的 这个我也看不到 就在家里头 家里头这个祖宗州 这个河州 这个 其实过年到处都是一样 大家就回家团聚 马路上空空荡荡的就是这样 北京也是 这个北京这个两千多万人口 过年期间走了八百多万 这个坚定一半人口离开了北京 所以这个晚上的照片 北京的街道都空空荡荡 没有什么人 这就是总共过年的一个情况 那么我过年的时候呢 我让一个学生帮我看家 这个因为我们都离开了 这个学生后来给我发来电邮说 过年期间有很多拜年的电话 拜年电话 他都一一给他应答了 其中当然拜年最多的还是邀老师 因为他人缘比较好 但我觉得人缘比较不太好 这个其中有个电话他转告了我以后 我当时就是很长时间我都感情都难以 就是有点平息不下来 这是一个比我大十六七岁的一位 私人的一个拜年电话 我相信有一些学生可能会知道他 就是牛汉先生 牛汉先生呢 我们知道是一个胡风凤子 在五五年的时候曾经短暂地被辅助于 这么一个所谓企业派的私人 而其实我跟他关系不是那么密切 就是有时候开会见面聊天 这个而且非常不好的一点是 我从来没有给他打过电话 倒是他给我打过好几次电话 所以这是一个从情理方面来讲都是很不对的 就是包括备份啦包括什么都很不对的 那么今年也是他将给我打电话 拜年 那么这个学生转告我他拜年的内容 因为我知道他腰已经完全站不起来 就是整个都是要做荣誉 包括要去参加会都是做荣誉 而且他现在已经这个应该是九十岁了 将近九十岁了 一个一米八级的高个子 身反原来都是非常的就是身体非常好 而且幸福非常干烈 干强 就是在很多困难情况下都不屈服 是这么一个比率以为一个私人 大家都说他是一个血汗私人 血汗私人 那么他在电话里头这样讲 他说我出不了门了 我活不了多久 就是一个很悲哀的声音这样讲 因为我当时心里就非常出动 非常出动 我就想 当后来我就想到我的文学史 我说我的文学史里头 不能够留下这些活生生的一些 有生命的一些感情的东西 这个确实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我们能不能尝试一种另外的一种写法 文学史能不能作为一种另外的一种呈现的方式 这是我对自己 就是这个副作最充满意的一个地方 这个 我的检讨到此结束了 我今天就不讲到了 然后一下我就要讲到 包括下头的讲课的方式 以及我这些年来文学史研究的一个方法用的某些问题 这个在我比较长的做摩里头 就是考虑里头 我觉得基本上就是文学史的写法 可能如果不嫌简陋的话 我们可能把它归为脸类 但是这个归类方法是很不科学的 而且也不能够涵盖很多的柱子 我觉得可能存在这样两种形象 或者两种不同的路子 一种是更重视对文学经典的一种重建 或者文学持续的一种建构 一种文学一个时期 或者某一个历史情形 时期的文学持续的建构 或者说更重视一种点律化的问题 当然文学史写作本身就是一个简陋化的一个工种 但是其中有一种形象 可能在这方面可能它的重量 或者它的考虑的程度要更多一些 那么这种文学史写作包括很有名的 就是比如说像夏之金先生的中国现代小作史 基本上就是以它缺利的某种横见的标准 就是文学标准 来编排作家跟作品 来确定它们的位置 它们的整齐和哲学 来归纳或者说把复杂的文学现象 把它哲学化 描述一个时期的文学史剧热 描述一个时期的文学史剧热 呈现不同的作家作品的整体差异 以及揭示不同作家的创作的内涵 经典性是这样的文学史剧热 中心的一个现象 或者它的支柱 它的出发点 另一种方法呢 我觉得可能更偏重于我 它用一个可能不准确的词 叫做历史化的方法 可能更重视作家现象 跟作品的一种历史化的方法 它会更关心某些文学现象 某些文学现象 某些文学概念 或者某些艺术形式 艺术方法 它是在什么样的情景底下产生的 什么样的情景底下产生的 它出现的条件 它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发生变异 就像有的研究者所说的 这种方法在文学史里头 它并不是做最后的审判 而是静观 就是静静地观察 静观概念的生意识 它是怎么发生的 怎么消灭的生意识 概念 这个概念 这种现现的前身 它是从哪里来的 它的前身 它的投胎 它的解体 或者熟练 以致它的灵童转世 灵童转世 这当然就是藏传佛教的一个观念 它就是静观察 那么我在 就是 九十年代末期写文学史的时候 我可能比较靠近后一种方法 比较靠近后一种方法 就是 采用这种历史化的或者引进化的方法 来描述 当代这些文学现象中 算的 为什么当时会出现这种选择 我觉得跟我当时的心情是有关系的 跟我当时的心情有关系 虽然当时写的时候并不是特别明确 但是跟我当时的心境 对我一些问题的政治有关系 有两方面重要的原因 制约我当时采用这种方法 选择这种方法的因素 第一个制约的原因 因是我对所要面对的 对现的性质的认识 我所要面对的对现的性质 就是我对当代文学的 对现的认识 在当时的认识 说老实话 我对当代文学 其实并没有很大的好感 没有很大的好感 这是我很致命的一点 因为我们都知道 一个研究者肯定要对他的研究对现 有一种情感 有一种爱恋之情 但是我觉得我好像非常缺乏这一点 就是年代末的时候 有一次当代文学研究会的年会 也是一个学生机构 在重庆开会 大家为当代文学的问题 震动面红耳朵 就是成就高低等等 大家非常重感情 但是已经是九十年代末了 可是我觉得我当时 我对情绪就不对 我好像有点无动于衷 然后我就说了一句不尽人情的话 我说当代文学既不是你的 也不是我的 就是当代文学而已 这个做了这么一句话 那么这是一个新进的很大的变化 我觉得八十年代初的时候 其实我不是这样的 我举一个例子来说 就八十年代初 我曾经参加过一次很有名的一个全国师的讨论会 在广西南岭召开 但是谢敏的老师 还有其他很多诗人都参加了 但是震动最大的问题 就是关于蒙文师的评价问题 关于北岛的评价问题 那是八十年代初 八十年的时候 那时候这个文学问题是跟我们生命有密切关联的东西 所以这个在有关北岛跟蒙文师真论的时候 我们参加这个真论的人都非常的动感情 而且确实我们曾经这个晚上很长时间都睡不着觉 所以这个真论 好像是跟我们生命心血有关联的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当时真论的时候最有名的一个画就是 就是对北岛对故城这些诗分评讲 东北有一个老师人 大家可能不太熟悉 叫以兵的这个 帆兵 我说错了帆兵 这个是一个不是很有名的诗人 也是从解放居出来的诗人 他就是对蒙文师对北岛有非常激烈的批评 这个批评 其中当然这个主要就是大家很熟悉的 就认为蒙文师看不懂 他看不懂 那么在大会场就是由一二百人参加的大会场 当时我的高一年级的同学熟悼正 有面对这个老师人 讲的这样一个后来流传很广的话 说你不懂不是你的观容 而是你的耻辱 这个是当时的这种争论 有点类似人群公寓的这个样子 是你的耻辱 你不懂的话你的儿子会懂的 你儿子不懂的话你的孙子也会懂 这个是很激烈的一种冲突 所以那时候的文学跟我们好像是息息相关的 当代文学 到了九十年代后期的时候 我觉得这种心情已经消失的差不多了 就差不多了 那么这个问题是怎么产生的 后来我就想起这个问题 为什么我会使用这种文学史的编解方法 一种比较冷静的方法 我觉得可能我对 可能是我对当代文学 越来越不信任的关系 这个评价越来越低的关系 我觉得我面对的对象 好像并没有那么高的成就 那么高的成就 这个赵源老师 就是市科院的赵源老师 他谈过 他原来是现代文学出生的 后来他转到明清思想史的研究 特别是研究 网民的移民的现象 移民的精神 整整这样的现象 他讲过这个话 他说 这个现代文学 包括当代文学在内 在八十年代为什么在中国大陆 会形成那么好的气象 一种灰红的气象 原因是跟他的对象有关系的 研究者跟他所研究的对象有关的 因为现代文学当时有这样一些对象 包括像鲁迅 包括沈从文 萧鸿这样一些作家 这样一些作家 而且还有很多他们的经历 他们的生命 他们的作品更精彩的作家 所以支撑起 就是到这样一个研究界 有这样恢复的气象 他讲的当然是现代文学 那么我觉得当代文学 可能没有这样的幸运 没有这样的幸运 特别是八十年代之前这个结果 没有这样的幸运 所以有时候我就会老想这个问题 我们在那里争论 关于红奇谷的评价 穿业史的评价 他有那么重要吗 他有那么重要 老有一些疑问在我的心腹里头产生 这样就非常大的缺度我 从事这个工作的这次 这是一个我后来讲 介绍自己行的这个方法的原因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就是我对价值判断的问题 也越来越不信任 这个判断的问题越来越不信任 包括我自己在念 我想起我上大学的时候 我们对讲观词这样一个资本 评价得非常高 但是到了八十年代之后 谁还会记得讲观词 文学史里头从来也不再仔细地去讲讨 包括一些非常有促士的一些批评家 一些学者 他们近几四年来跟我一样 观点评价的标准 反复地发生变化 而且有时候是一种一百八十度的转弯 这个问题究竟是怎么产生的 我举一个例子来说 四十年代后期的时候 包括前期整个四十年代 有一些诗人在当时受到很高的评价 包括大家很熟悉的艾瑞特 迪尔克 那些作家和诗人 包括记得就法国的 在当时在四十年代的 中国文学界都产生很大的影响 而且有很多批评家也写过非常 评教非常高的文章 比如说 后来成为所谓九月四日人的 袁河家 王佐良 这些很有成就的一些 欧美文学的研究者 在当时四十年代 写过非常 比较非常高的一些 对艾瑞特 对奥登 对雷尔克的一个 评价很高的文章 包括私人的文章在内 但是到了五十年代后期 跟六十年代初的时候 王佐良先生 袁河家先生 都写过非常激烈的批判 爱瑞特 跟 这个 还有其他 也有科学的 私人的文章 认为 像爱瑞特 都是 美帝国主义的 传生统 这样一些话 这个 这个 可是到了八十年代之后 他们又转过来 又重新肯定唐的价值 那么这个 观点的转换呢 我们当然可以说 这是一个 政治形式 或者说 环境底下的藏物 但是 是 周家或者平家本人 也要 也应该付一定的责任 那么 这种观点的转换 有时候 确实跟 环境的影响很大 一种被迫的 但是 有时候也不见得完全是这样 我 我还是讲这一例子 就是我 上大学的时候 我最喜欢的一本书之一 是 俄国的一个作家表辞 是 李学乎世纪怎么办 他怎么办 而且 我最崇拜里头的一个人物 叫 《拉赫米托夫》 一个革命者 这本书当然是写在 学革命以前的 因为 李学乎世纪是 基本上是 生活或者工作 在十八 十九世纪 八十年 在他八十年之间的一个人物 这个 《拉赫米托夫》 为了准备革命 一个贵族出生的 一个革命者 一个非常好的家庭环境 当然这种例子很多 在中国也有很多这样的例子 那么为了准备 接受革命的考验 采用折虐的方式 来锻炼自己的意志 好几天 不吃饭 或者说只吃一点 黑面包跟白开水 睡在有钉子的船上头 来考验自己 将来在碰到一时 和革命考验的时候 能否经得住 能经得住 这是我上大学一年级崇拜的证物 而且我跟我的一个学生 一个好朋友 他后来 他后来其实也实践了这样一个理想 他毕业 第一个年毕业的时候 我们都 因为当时 工作是国家分配的 不是自己找职业 那么我跟他相约 就是第一志愿都前到西藏去工作 西藏工作 其实我对西藏一点都没有了解 只是有一点浪漫的想象 就是越远越有趣 结果后来他就到了西藏去工作 工作了 一直到八十年代才回来 身体也搞坏了 而且基本上在西藏的一个 非常基层的地方工作 非常基层工作 这种复杂的历史象象 我就不讲了 我讲的是 就是当时我们 为了向这个英雄人物学习 我们也做了什么样的工作 我们也半夜 起来去谈跑 跑完回来以后 睡觉手才三点钟 就是 我们这个 大冬天的时候 去等水澡 就是冲了以后 然后关着脚 从浴室 因为浴室不是在楼里头 回到宿舍 就来考验自己的浴室 那么后来我就想 其实可能我在文学的评价上 我可能是曾经喜欢 最没有文学味的一些作品 包括拉倫美陀佛 一些概念化的人物形象 而且在五十年代初的时候 我喜欢的 我喜欢的就是 潮域的基本 就是北京人 我喜欢的 不舍里头的 有舍有肉的人物 而是喜欢 一位人类学家 就是袁任凯 还有他的女儿 而这个人物在作品里头 是一个观念化的一个 那么想到这几十年来 就是我们在文学评价的标准上 发生这么重大的变化 而且我自己还拿不准 就是是不是我将来 又会回去 喜欢像拉赫玛 那托付这样的人物 我都拿不准自己 把握不准自己 所以我在写文学史的时候 会评价的问题 就是有一些怀疑 有一些怀疑 那么我干脆就是放弃 这种责任 所以这个大家可以看到 在文学史里头 其实没有很多 做出很明确的一种判断 那么我们都知道 这个价值的问题 是跟处杂的条件 联系在一起的 就像英国的批评家 一个中在二世纪文学理论 所讲到的 价值是一个集物词 价值是一个集物词 它指的是某些人 在某些特定的情境里头 所依据特定的标准 所依据特定的标准 所依据特定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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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付与价值的任何事物 付与价值的任何事物 付与价值的任何事物 那么这个价值的一种 飘移性 价值的飘移性 是当时我读了一个动力书以后 留下对自己的经历留下的印象 所以在当时的文学史写作里头 我就请现于采用这种 所为历史化的方法 会说比较清楚 像这方面 有些靠拢 有些靠拢的原因 这是两个 就写作方法上的因素 所以在讲课过程里头 我可能也还继续使用这种方法 在下头接受的讲课里头 可能也会比较偏重的 使用这种方法 所以同学们 千万不要问这样的问题 就是你对于华的兄弟怎么评价 怎么说呢 因为我在台中的一个大学讲课的时候 就有这个问题 所以兄弟怎么评价 我说评价我不太知道 但是我不太喜欢这个小说 我只能这样讲 但是文学史上的定位的问题 我现在说不清楚 那就不清楚 因为这个喜欢不喜欢的问题 其实有时候很复杂 我就是很不喜欢 作品里头有很多 暴力性的因素 对 的串组 也可能这个作品 在文学史的定位上很高 但是我个人并不是 这个喜欢 不喜欢写到很多很无悔的东西 我其实在阅读上可能有一种不好的阶癖 甚至包括很多的 什么露骨的信的描写 我都有时候都接受不了 就是 暗示一下可以 但是才有很多 我就有点接受不了 所以这个 我也不喜欢 《甲瓶蛙》的《废渡》 当然我认为 《废渡》其实是 《甲瓶蛙》 比较好的作品之一 这个 而且我们相信 文学史将来对它的定价 会比原来的要高一些 但是我个人不喜欢它 因为里头写到很多的一些性的一些问题 我觉得太 什么时候太污秽了 就是 性的问题也可以写得美好一点 美好一点 当然这个观念是很落后了 这个从后现代的观念来说 这个肯定那个小六十不同于我们观念 当然这个没关系 我可以讲我的感想 但是有时候评价的问题 我就是有时候比较犹豫 比较犹豫 但是 目前在中国大陆的文学研究里头 所谓语境化 所谓语境化跟历史化 目前好像是一个潮流 是一个潮流 所以我最近跟北达的一个教授 叫吴小松曾经最近有一个谈话 我说我们其实也要警惕过分的历史化的一个想象 过分历史化的想象 然后我举了一个例子 这个例子现在我想肯定是很不恰当的 很不恰当的 因为我前不久读了俄国的一个 十月革命以后 留完到巴黎的一个 现在是一个神学家吧 或者一个思想史家 叫做别尔加耶夫 他写的《思想自传》 《思想自传》 他说他比较 因为他在巴黎生活了很长的时间 他说俄国在二世纪初的时候 知识分子或者学者讨论问题都非常深刻 跟巴黎的讨论问题的方式很不一样 当然这个情况我都不了解 他说比如说 他举的一个例子是这样 他说比如说 俄国人在谈到孤独的问题的时候 包括像刘仁鹏老师最近在研究的 《忧郁文化政治》 谈到孤独的时候 那么俄国的学者 他就是在谈孤独本身 而法国人在谈孤独的时候 他谈的是孤独的文化 谈的是彼得拉克的孤独 彼得拉克的孤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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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不是谈孤独本身 那么我就对这个问题很好奇 为什么比尔加耶夫 他认为俄国人谈孤独 是一种本体意义上的孤独 而不是历史象限里头的孤独 这就是一种深刻 我不是很清楚 所以我提出来以后 我跟志祥东老师交换这个意见 但后来我在进一部 读比尔加耶夫的书的时候 我知道 他其实对很多的问题 他是区分的一种 因为他是一个神秘主义者 而且他是一个神学家 他是承认有鲜艳的东西存在的 所以他区分事物包括概念 包括情感等等 他都区分鲜艳性的东西 跟心理性之间的 心理性的换处的区别 那么我们肯定不会接受 这个比尔加耶夫的这样一些观点 但是给我启发比较大的一个问题是 当我们在谈论孤独这样一些问题的时候 我们在文化上在历史上 我们凭借哪些东西来谈这个问题 这是其中的一个问题 我们有没有一种 或者说一种文化的传统 或者说文化的一种伟大的传统 来支撑我们对这些问题的认识 对这些问题的认识 还是说这些东西都是在历史上 影响的存在 或是跟任何东西依附在一起的 所以这个当前在大陆的研究界里头 文学研究界里头 这个过分的历史化的问题 是没有建立起一种 连贯性的或者 还有某种原点性质的一些支撑点的 我觉得可能是跟这个有关系 我们当然目前关于正典的问题 或者这样一些责疑是必要的 但是我确实在观念上 可能还是比较传统的东西 更多一些 我相信在诗前 包括文学方面 中外的诗前的文学 都有一些原点性质的东西存在 正像我们弹诗歌的时候 古典诗歌的时候 我们会援引 某些原点性质的诗人 作为我们评价和横廉诗物的一些标准 包括杜谱 包括这些诗人在内 但是像在当代文学的研究里头 非常缺乏这些原点性质的东西的存在 这也使到 就是我从事的学科 有些问题不能够深化 而且非常离散的 非常混乱的一个原因 这是我对 就是我曾经使用的历史法方法的一种反省 有点反省 也就是说 我们确实没有建立起自己的支撑点 建立自己的支撑点 所以这个学科的发展受到很大的限制 你再选择 那么这是我对 当代文学就是这个课程的基本内容 还有我的方法 就是一个简单的介绍 今天大概就是可能时间比较早一点 我就讲到这里 但有些同学如果有问题的话 可以提出来 其实因为我说当代文学 然后其实我对当代文学的历史化的问题 就是有一些想法 然后因为那个就是陈光伟老师 就是我觉得是就是还有一些其他老师 他们就是提出了 把当代文学历史化的这样一个研究方式 然后就是就我了解 所以虽然我最近没有再去看这一块 但是就我了解是 他是有点想要把80年代以前的文学 就是都把它历史化 然后把当代文学的研究焦点 可能就是移到就是更当代 就是也许是90以后至今的这样一个事情 然后因为我自己本身研究的材料 可能也比较多是属于后面这一块 所以其实我在当初一看到这个 把当代文学历史化的这个问题的时候 其实我是觉得好像是蛮有趣的一个做法 可是其实我又觉得好像也不能这么快的接手 然后另外是因为我就是去 就是之前在北大交换的时候 也有听到那个江涛老师 他就直接说那个 他觉得那个陈光伟老师这样的做法 其实当代文学的那个活力 可能不在于要不要历史化这样的一个问题 然后所以就是其实老师刚刚说的那一堂课 很多东西 我觉得我好像当初放折了一个问题 然后还没有很清楚去理解那些问题 其实经过老师刚刚课堂上讲的一些内容 我自己有一点提悟 当然我也还没办法说 马上就想通或是怎样的 但是我在这边就是其实还蛮想问问看老师 因为其实老师一开始就提到说 就是老师的那个当代文学的界定 可能也是49年到80年代末这一段时间 那我比较想知道是老师想法中 就是如果是90年代后到现在的这一段文学 那我们可能是怎么看待他 因为他也是当代文学 就是包括像学科建制 或是在那个专业术以上 他就是界定在当代这个学科里面 那所以就是90年到现在的 这样的文学 那我不知道老师现在可能会用 要怎样的方式来看待 我不知道我说的清不清楚 我知道 当代文学我刚才讲的这个解释 或者这个时间范畴 第一个范畴 只是这学期有效 过了这个学期就无效了 这是我要讲这个课的一个 设定的一个范围 而且也是我自己个人 对当代文学的理解 这个不能够取代就是目前 中国大陆的一个普遍性的看法 当然也不能够推翻 教育部规定的一个问题 这是只是我会能够的理解 因为我总要讲这个课 我总要设定一个范围的时间 这是第一点 然后90年代以后文学怎么命名 我也不知道 因为命名的问题 我下期下一个星期还不会讲到 现在命名也是一个乱象重生 在大陆也有一个乱象重生的一个问题 这个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 有时候我都觉得命名 其实也并不是很重要的问题 但是没有命名呢 明不正言不顺 就是你没话讲 这就是我们处在这样的感慨的一个境地 以后我们再讨论 另外关于历史化的问题 就是陈宛伟老师提的历史化的问题 我觉得按我的理解 可能包含两方面的两层意思 一个意思就是 他想要去一个文学批评跟文学史的工作 他认为文学史为什么老不成熟 当代文学史老不成熟 因为很多的学者都是用批评的方法 来看待文学已经过去 已经翻过去的一页 他认为这是不够的 这个应该还是应该把它 用历史化的方法 把它作为文学的历史来进行梳理 这是它的历史含义 历史含义就是对待过去的历史 我们应该就是我刚才讲的 那种语境化的方法 就需要看到它的历史 产生的各种条件 所以他在人大的课堂上 基本做的是这样一个工作 比如说他把 人生这些作品 平凡的人生或者什么 平凡的世界 这些作品放回到 当时的情境底下 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作品 为什么结构这样的作品 当时的反应是 为什么会做这样的反应 为什么学术界 文学史界对人生 对平凡的世界评价并不高 但是拥有那么多的读子 以及当时就是我刚才说的 很多的文学条件的问题 作为考察文学 产生的一个背景性的因素 我想他做的是这两方面的工作 我可以给大家讲 关于历史的话 因为既然文学 文学史写的文学意义 它是有一个背景脉络 然后我刚刚听你的意思好像是说 某种程度上这个文学 它反映了后面的社会 这个文学史社会史某种主角 我意思就是说 你好像有历史的这个东西 你先要确定以后才能再谈文学 还是说 这里面这两个文学跟历史 有一种互相说明的关系 就是说 有的人我感觉上 我以前读一些 有的人写文学评文学 我感觉他们在写这个东西的时候 其实是有点那种相当武建 意在配同那种意思 就是说 它其实是要说明一种 跟我们现在不一样所理解的 这种社会的历史 它就是它借着写文学史的方式来告诉你 某一种社会的历史 所以我不晓得你是要采取哪一种方式 还有就是关于这个评价的问题 就是 也许如果你采取历史化了以后 这重点来到这个历史以后 可能某一种 也许这个 就是有的文学作品 很能说明某一个 时代历史的这些特色 但是它可能未必是 什么经典 或者是说 你可能未必对一个文学作品 有什么评价 但是你可能会对一个历史的趋势 社会发展历史 有某种评价 这会不会你的评价又 在车里面又跑出来 我随便问你 我想单然而 听到你表面的话 你想到的是什么 可能理解上有一点点偏差 就是 我所说的语题进化 或者历史化的方法 并不是说 从文学作品里头去观察 它所表现的历史问题 或者是会现成问题 不是这样一个意思 而是主要考察就是 这个文本产生的 某些地址条件 这个可能还是有一些不同 因为我们研究文本分析里头 我们可能有时候更 比如我举一个例子来说 因为蔡强老师 刚在小大干上过课 那么它主要还是从文本里头来 通过文本这样一个平台来观察 中国的当然历史 包括社会的问题 包括政治动员 劳动的问题等等 这就是刚才您所说的 就是通过文本分析 文学作品分析 来观察社会的现象 但是我说的历史化 不是远而易逸 而是说 要主要关注文本 在什么样的条件下产生的 在什么样的方式产生 当然也包括它里头的内容 给呈现的问题 包括什么呈现的问题 所以我可能就是 就是可能理解上 可能有些偏差 黄老师 你刚才在讲到这个 说这个学科 当代文学研究的 这个俗科 似乎遇到一种 一种困境是 相对于现代文学 或者是古典文学的 那些研究 似乎是缺乏 原点性的作品 和作者的生命科技 所以你说 但是在序处上有点特别 是说没有建立起 这样一个原点来作为支撑 那到底是没有建立 还是说无法建立 这是第一个问题 这涉及到一个 您讲的 关于这个作品价值的判准的问题 您刚才是讲说 这个判准似乎是 前后可以矛盾 变化很大的 尽管你有讲到说 这个变化和矛盾 跟历史的情境关系 是非常明显的 即或我们承认说 确实对于 文学艺术的作品 有一个 也许没有一个 所谓普世性的判断 但是是不是 还是有 共同经验的 陈述的可能 否则您说 我会不喜欢这个作品 或者是 我喜欢或者我不喜欢 那必然要有一个 要有这样一个 经验的陈述 那这个经验陈述的话 是不是还是 有一个判断在里面 有一个比较 共同性的东西存在 而且我也相信有 否则我们就是 我们就是分裂成 各种各样的事片 我觉得好像 对我们的心情 也是一个打击 就是 确实是这样一个问题 那么当代文学 是没有建立 还是不可能建立 是不是 我也不知道 但是 说老实话 就是这个问题 也是一个 控导人的问题 因为 就是因为 就是因为 属于说那个 莫言得了 诺贝洪学前后 我们好像 信心有点增加了 这个 我相信可能 可能会慢慢的建立吧 这个 我想还是 我们还是要有信心 当然这个 因为在大陆的时候 也有人误过 对莫言得了 看法 我觉得好像 我没有特殊的一个 前列的一个感触 那高行健呢 高行健 因为也在前面 还不是要更早一点 对 因为高行健 不承认他是 华语修学 所以不是当代文学 不是当代文学 我们把他排斥 就认为他是 法国文学 因为他已经 不是中国籍的 所以不能够算得出 所以 现在基本上 就认为莫阳 是第一位 我的 我给莫阳学奖的一个 中国作家 但是 得奖以后 我对莫阳的感觉 我觉得 跟我原来的看法 是没有 我这样的话 没有什么 我觉得他还是一个 非常不错的作家 不错的 但是我比较喜欢 当然这个也有谈到 喜欢跟 我确实还是比较喜欢 他早期的作品 是的 对 我比较好奇 就是说在您的长期 在做这个 文学组的这个 去探讨文学型 和一些 或者是产生的行事 当然 其中包括了 你对于这个 某一些时期的 很清楚的 看断 和憧憬 和热情 开始产生的 极大的怀疑 或者是不幸的 说到 你对于这些问题的 说理 就是 好像是在一个 睡过境间之后 开始怀疑 为什么这些 所谓的美学经验 或者转移 没敢判断 他会在一个 世代转移之下 会有这么大 剧烈的一个 翻转 那 我当然也非常了解 和熟悉 这样子的一个出发点 可是 是不是 我五五两个 两个比较具体的问题 第一个是说 是不是把作品进化 和看好作品 本体经验 不必区分 那 首位一句话 绿手话 就是说 看他如何生产 在什么样的一个 条件 被触发 就是 为什么当时 不是这样子 这是当然 我们可以看到的 可是 我注意到 您也说到 文学作品 在一个大石棋之下的 一个共同性 是不是有它的 那个 其初的地方 有一些便宜 而能够让我们更感受到 它 它并不是随着一个 潮流 在它中间 还是它的 某一些生命经验 是值得 我们去 去 山路理解 那 这位就不是说 只是在呈现 这个大力的 形态的一个 生产和塑造 或者说 不管是当时的 这个文艺政策 或者是奖励惩罚 或者是 公众在日常生活中的 那种态度 所引发的 而是某些 自己在书房 写的东西 它还是可以透露出 一些 可谓感情性的 一个金融 那不知道 您觉得 刘老师说的 肯定是 对的 就是 因为一个大四季 可能有一些 共同性的呈现 但是文学 其实就是一种 精神传效 它肯定会有一些 一出 这个时期规范的 一些东西的因素存在 而且这也是 我们最 要耐心便宜的地方 所以在这个课里头 因为我们现在 可能有时候 会做一些整体性的判断 比如说 某一个时期是这样一个 状况 那么 作家好像都 呈现这么一种面貌 其实很不一样 所以这个在西雅头的课里头 我可能会举一些 作家来谈这些例子 包括在四五十年代的 选择 就是 因为 国民党政府的军队 就撤退到台湾 然后 才中国建立起一个新的政权 在这样一个很激烈的变动情况下 每个人的选择 其实 有一个大的制约的方向 它比每个人的选择 是有很多很特殊的原因造成的 这个我们要关注这个很特殊性的 个别性的东西 包括一些文本也是这样 我觉得我要谈到的包括像 清典和高树林 他们在这样一个大形式下 都有很多益处 就当时整个的整体规范的东西 而且这个也是我们现在就是对文学 就是财富里头一些 需要着重发掘的一些东西 那就是这样的很多 孙是谁 有一个人里的没可爱 进行这期间 就是这样的益处 但是就是这样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